新站长会带来一位新同志 咱们为啥绕来绕去的 有野狗 你想娶我吗 做梦都想 你就别再让我等了 这是我们的新电台 密码本和电台必须得分开 用得着这么防着吗 不是防 是保护 我明天要嫁给大金牙了 你再说一遍 盯上他 不要惊动他 阿敏到底干什么去了 大金牙的婚礼正在筹备 我说的这个好机会 是趁着婚礼活捉大金牙 这不是害了阿敏吗 这个大金牙一日不除 阿敏姑娘永远不得安生 好故意 我去给你加点水去啊 消遣老子是吧 我 老子来你这儿 不是缺水喝的 说 阿敏到底干什么去了 大队长 消消气啊 华大神 我小嫂子干啥去了 你倒是说呀 这个死牙头呀 这个叶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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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说得好好的 最后一次去 他这是死的哪去呀 别哭脏了 什么最后一次 他是不是跑了 没跑没跑 他去西城大车店 啥子呀 就是一个低档的客栈 我去嘛 臭烘烘的 除了胆子 啥也干嘛 阿敏去那儿干什么 我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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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脾气不好 杀人不眨眼呢 不 别 我说我说 大队长 阿敏她 她去大车店 娘 我回来了 小祖宗 你可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王大队长 给你送拼礼来了 四大箱呢 解放们都看到了 拍给咱们面子了 阿敏 你去大车店干什么去了 你管不着 说了怕你受不了 说 送馒头 他是去送馒头去了 知道你家是做馒头的 大车店那么远也得去送啊 你是不知道呀 为了多卖几个馒头 要多的我们都给去送 不光是大车店 我帮彪的媳妇 今后什么都不用做了 好 是 不用做 不做了 不就是因为那个面发了 人乐可惜 最后一次 这送馒头 怎么还送哭了呢 小姑娘演窝子浅 她就舍不得 那边的那几个小姐妹 你 阿敏啊 以后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那些小姐妹也无所谓了 今后认识的 都是些阔太太 我王彪对天发誓 一定会好好待你 啊 丫头 你倒是说句话呀 王大队长 一天二两燕窝 你给得了吗 燕窝 别说二两 就是二斤也给得了 安眠 你要天上的月亮和王彪 都给你摘去 她这是又咋了 感动的 肯定是感动的 大队长 就刚才你说那话 我都感动了 你看远圈红没红 你个混毒子 谁她娘跟你摘月亮去 顾叶 那明天怎么着啊 我们家也得准备准备吧 彩礼 还没有置办呢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定系最好的厂子 八仙楼包厂 请的全是些头面人物 从现在开始 你把你给我定好了 如果她再吓跑 我拿你试问 你放心 不会了 不会了 二脑 有两个弟兄在这儿盯着 是 大队长 咱也回吧 裁缝还等着您呢 我都跟裁缝说好了 她今天晚上就是不睡觉 她也必须把您的新郎衣服 治完出来 干得不错 那我就先走了 崔了 丑鱼 也不舒服 你和劝要在这里 根据做什么 啊 快了 又不行了 郭女生 可适不怕 就要是不住手 你跟我走 他平时的爷们儿乞丐 全都没了 这是为啥呀 变暗过了 毕竟是个卖苦力的 怎么敢和拉枪的人斗啊 不对 我不相信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他连这般鬼子都不怕 怎么会害怕汉奸呢 小声点 那他为啥不带你走啊 他说 他会想办法 那心 就等他想办法 要是明天花轿上门了 他还没有想出办法 你可怎么办呀 娘 娘 那我啥也就说了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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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王队长 带来那么多的好衣服 都是上等的料子 可好看了 走 咱们去试试去啊 还不是时候 你还想那穷小子呀 他说了他会有办法的 有什么要紧事儿啊 抓到了 跟你有关 当然有关 我还认得 我已经不可能 再隐藏下去了 上次 你没拿到钱吗 拿了 如果人都死了 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官 这个人心神慌乱 我看靠不住 放心 他只是这场大伯伤当中 很小的一枚棋子 长官 你还有更大的计划 难道 不仅仅是针对武功对方 你很敏锐 但是你应该知道 不该问的 不要问 梅兰芳 看清楚了 别丢人海兰芳 白兰芳票 真是很明风 其实我认识你 我记得我刚才没看清楚 可惜 太好了太好了 我没看过新闻 看戏 有后门没有 别找他老公追我吧 明白 懂 直走右吧 再说 放我车 走 宫哥咧 好玩儿的宫哥咧 怎么样 没了 没了 笨蛋 这里又没有其他的门 没 没 没别的门 要有都逃不了了 这里到处都是咱们的人 他们跑不掉 走 瞧你那德性 怪不得媳妇跟人家跑 先收 你在这等我 我去办件事 啥事啊 别问了 不是 多久啊 我很快就回 先生 请让一下 车上的朋友 今天我已经是第三次看到你们了 好看饶命 好看饶命 不管我们的事 你们什么都没看到 赶紧走 什么都没看到 才能够下来 你们的详细 也不嫌疑 你 想得此 别动 别动 走 走 老实点 别有花招啊 快走 好伸手 你伸手也不错 交通站新站长 拿车的 刚才没看出来啊 我们武功队最基本要求 就是不让任何人看见 王子月呢 你们认识 你是高风亮 没错 你就是他名鼎鼎的高 风亮 我终于见着本人了 你也是交通站呢 是 有人 没事 自己认 走 你又不认输我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暴露了 我是跟着特务屁股后面 卡到你了 你们能先帮我解开吗 队长 新站长到了吗 到了 队长 队长都这儿 里边请 教官 怎么是你啊 王子月同志 没有想到吧 你人不是在莫斯科吗 怎么 上级已经批准我回国了 来吧 还等什么呢 月月同志 我真想你们 我也更想你呀 队长 队长 这男女有别都抱着了 少废话 跟你没关系 不是 我这是替你打抱拼了 跟我更没关系 扯萝卜老师 让我替他给你带个好 扯萝卜老师 萝卜老师 萝卜老师 对了 对对 API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不是啥的是 我可事 你看不惯别看 张萝卜怎么没消息啊 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我那时候在哪啊 你知道 那时候我我知道 少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土龙虎老师 现在怎么样啊 他还是那么胖 跟北极熊一样 对了 还有哪他上老太太 也让我给他替你带个好 还没完啦 哪踏山 哪踏山 你好啊 小伙叔叔 挺有劲的 他还放手负责后果自负 少他往负的让主意 负责后果也自负 狐狸 你知道那踏山是谁吗 反正都是自己同志嘛 狐狸 人家久别重逢 你别瞎捣乱啊 王子叶同志 你这位老相识 是不是给大伙介绍一下 好 这位啊是吕波同志 是我在苏联授训时的教官 你还去过苏联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你又不关心我 王子叶同志 曾经在第五期特训班授训半年 授训半年就这么厉害啊 副队长 那可不是一般的训练 什么训练啊 吕波同志 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中国老师 原来吕波同志 是教书先生 施敬施敬 我可不是教书的 我是教怎么杀人的 你们这杀人学校 确实挺特别的 这 贴脸啊 狐狸 没见过世面别露气啊 王子叶 对 没事 别搭理他 继续 特罗夫是我们的班主任 苏联同志的见面里 就是熊帽和贴脸 所以吕波同志是代替他的 明白 明白 这也能替 占便宜谁看不出来 别理他 我们这的同志啊 说话就这样 过来坐着聊 对对对 刚才光顾说话了 快挺坐吧 紫月 倒水 没关系 小地方的同志 总是很纯普嘛 吕波同志 你这么大的来头 就到这里当个交通站长 太取材了吧 对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冲你来的 冲我来的 自从你离开苏联之后 我一直希望 能够再见到你 这也太零不张胆了吧 你他媳妇是吧 你不管管你男人 脑子有问题啊 吕波同志 这上级 有没有什么命令啊 不会就是让你和王子月 团聚的吧 当然有任务 有任务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 杨小花 到 高队长 武功对新战士杨小花 向你找到 他跑了 是 没想到十几个人 对付不了他一个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什么 我的人一个活口都没有 是巡逻队发现的 又来了一个高手 定系要热闹了 这玩笑开大了吧 吕波同志 这位女同志 不是你们交通站的吗 当然不是 这是你们武功队的新成员 是你主动从朱森那儿 讨来的呀 我要的是条好汉 怎么又是个女的呀 什么叫又啊 那女的怎么了 月月姐姐 月月姐姐 我知道你 你是女中豪杰 以后啊 你可得多教教我 好说 我正缺了个妹妹 当伴儿呢 月月姐姐 月月姐姐 我可喜欢你了 以后啊 你啥都交给我 互相切磋嘛 对了 你最擅长什么 我觉得吧 你就先教我开枪 啥 你不会开枪 不会 队长 这朱司令员不是说 他在战事当中 这枪法是非常罕见的吗 对呀 一个战事不会开枪 还不够罕见吗 朱司令员 真是个老狐狸啊 喂 你咋说司令员 不过说得也没错 是吧 队长 大猪 我可没答应啊 你咋没答应啊 你个大男人说话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 你就是一个大猪头 猪头 这上 完了 你能不能来个孩子 咋这 你咋说 杨仁华同志 朱司令员说 你经常是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这也是假的吧 小花 你的刀是在哪儿学的 我是跟刘一刀老前辈学的 刘一刀 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他可有名了 你们咋都没听说过呢 要不这样 你给大家耍两刀看看 好嘞 姐姐 接着 火力 给他把刀 我先准备一下啊 你 坐下 快点啊 现丑了啊 你死人啊 你动不动啊 你为 although it's a lovely 给 кров力的 他在想要不动啊 我为了我们在想要不动啊 别觉得自己要不动啊 我为你说这对手 你感觉到我的感觉到自己 我为你不动啊 我为你不动啊 我为你它的脅劲 什么啊 我为你感觉到自己是什么 我为你发生了你 我为你我和你 State的手 李良 哗 李良 哗 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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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刀法呀 高队长 我是军区后勤部 比武大赛 连续两年的冠军呢 留一刀指定传人 什么烂七八糟的 后勤部还有比武 咋没有啊 比赛杀猪 专门 排刀的劲 红刀的杀 杀猪的 你以为呢 对啊 你这让 杀猪 另来坑惨了 你笑啥 啥叫被坑了呀 那革命分工铺头 没有我杀猪 伤员们哪有肉吃 没有肉汤喝 伤员们怎么保证营养 队长 队长 等了半天 等了个杀猪的大妞 小白脸 你再笑一个试试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笑怎么了 我承认了你 我承认了你 行了 别闹了 吕波同志啊 请你把这位姑娘给带回去 转告猪司令员 我们武功队不需要杀猪的 这个后勤部可能更需要他 这人可是你自己要的 我千辛万苦给你带过来 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这武功队可不是闹着玩 还让您受累 再送他一趟 高队长 别瞧不起人 我最恨鬼子了 我敢跟他们玩命 敢玩命的人多了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进武功队的 我需要的是有特殊能力的人 吕波同志 赶紧把他送走 不要害了小姑娘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来的 我乐意 你要是不要我 我就撕给你看 行了 你别胡闹了 我告诉你啊 你说什么也不行 高队长 出来一下 来来来 倒放下 放下了 晓晓 你帮我收拾情形了 没用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 高队长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不行 我就要留下 我要不要我 我哪儿都不去 罢了 为了 你不在意吗 你不在意吗 是 你不在意吗 不在意吗 和她的意吗 周四连还说的 他有一句话 必须让我转告你 他说你听完之后 由你自己决定 别蒙我了 说什么都不好用 杨小花是杨小的妹妹 把你拨在这儿的 是你不要抱负着你 你 你别哭啊 小花 来 小花 要不这样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先回去好好练枪法 回头你再来 我们武功队会有机会的 小花 你听我说 小花 长官 小花 姐是个女人 但脸已经看不清了 长官 那个女人无关紧要 你看看这个 我马上派人 控制住兴隆当铺 如果吕波回来 立刻进行抓捕 你觉得她还会回去吗 如果她不再回去 那就说明 她已经开始怀疑无人仪 这枚棋子就彻底作废 先把无人仪手下抓了再说 抓那两个小喽喽有什么用 请长官指示 我突然意识到 我急于抓吕波 也许是个错误 没有抓到 反而是因祸得福 为什么 从吕波的手段来看 她绝对是个大有来头的人 她不可能只在这里 当一个小小的交通站长 那么对我的终极计划 也许会有帮助 您的意思是 继续盯着吕波 也许会得到更多 但是现在已经打造精神了 如何弥补 如果吕波还会回当铺 那就说明 她以为这次遭遇战只是偶然 她没有怀疑到无人 那我们就按兵不动 一切照旧 如果她再也不回当铺呢 她的长相你已经知道了 明白 她只有全力搜捕 好 如此霸道的功夫 我倒想跟她较量较量 你凭什么说那个女人无管紧要 她是吕波亲自带来的 一定不同寻常 去找 可不是看不清长相吗 一定全力搜捕 队长 我跟小花交流过了 我让她回去好好练枪法 半年之后一定加入我们武功队 先答应 半年时间太长了 杨小花同志 到 欢迎你加入武功队 高队长 我会好好干的 队长 你没发烧吧 没发烧 好 老孙走了 咱们武功队不是缺人手吗 这老孙还会回来的 孙一枪暂时回不来了 孙一枪和护送队 在黑狼谷遭受了鬼子的伏击 他们护送的首长非常安全 但是护送队全军覆没 孙一枪也覆了伤 伤势如何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听说 他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那就好 这么秘密的行动 怎么还会有伏击呢 我们怀疑 有内奸走漏的消息 又是内奸 高队长 上级给你们的紧急任务就是 尽快地找到内奸 有目标吗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 飞车队的队长大金牙 和这个内奸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上级指示你们 尽快活捉大金牙 找出真相 同时 鬼子在下个月 就会进行大扫荡 上级命令 敲掉飞车队 解决给鬼子在路的爪牙 这两个任务合二为一 都由你们来完成 队长 太厉害了 怎么厉害的 队长已经开始部署了 这么抢 不是抢 队长早就开始怀疑大金牙和内奸有联系了 高队长 你为什么会怀疑啊 直觉 我们队长直觉厉害着呢 直觉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天赋 有机会我一定会推荐你去苏联培训的 打住啊 队长千万别去 去了她可美了 你闭嘴 什么事你都能想歪了 高队长 杨小华同志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放心吧 紫月儿 我先走了 咱们会经常见面的 嗯 那可不一定 李博同志 按照规定 以后你和我是单线联系 而且不一定在这儿 那可不一定 再见 我送送你 站住 你不能走 你让我们这场大喜日子 出了什么差错了 老子要了你的命 不会 不会 听说新娘子长得挺漂亮 王大队长这是艳福不起眼的 算你小子会收获 是谁呢 干啥呢 怎么该回去一会儿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你真不知道 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队长知道 听我们队长就行了 高队长 你觉得吴副站长非常可疑 对吧 你觉得他 名义上是派人保护我 实际上是给特务指认我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出卖 交通站的内奸 对不对 明知道危险 你干吗还要回去 其实吴副站长 一直是上级怀疑的对象 正好借这个机会 鉴定是不是他 你考虑过后果吗 后果很简单 他是内奸 我把他就地正罚 如果他不是 我给他洗清冤情 教官 要是他是内奸 那你可能一回去 就被鬼子抓了 你哪里还有机会处置他 就算你处置了他 可能你也跑不掉 你就这么小看你的教官 吴教官 我严肃地警告你 回去太危险了 我不同意你回去 高队长 我也严肃地告诉你 你无权干涉我 说得有道理 那好 你愿意干吗去干吗吧 教官 我们会暗中保护你的 交通站的事 是我这个站长的事 你们武功队的任务 是大金牙和飞蛇队的 我要节外生枝 这是上级的命令 新站上接到了 学校呢 咋样啊职员 是高手 高手好啊 好啥呀 跟他队长抢王子月呢 啥呀 抢啥呀 抢王子月呢 你看我咋熟了他 队长 队长 大金牙明天在八仙楼办事 明天 吕站长 我是赵萌 你好 我是吕波 辛苦了 明天大金牙办什么事啊 结婚 行行行 这位面也太热情了吧 这队长长还有事呢 高队长 看来明天的事 你们早已经有准备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通知我一声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保重 我送送你吧 想给别人一个下马威 结果呢 没占到便宜 他也没占到便宜 不过说实话 令人站长里边 这算是最厉害的一个 得了吧 还以为你回来 能灭灭他威风 张罗同志 你好 我是咱们武功队 新来的同志 我叫杨小花 你好 行了 这位杨小花同志 擅长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以后有机会 慢慢切做 你好 你好 先说说大金牙的情况 高队长 真的不管吕站长了 这个吕哥这么厉害 不需要咱们管 咱们何必多事呢 高冯亮 你就是公报私仇 我有什么可公报私仇的 你该不会认为我嫉妒他吧 爸爸 这可是你说的 你就是在嫉妒人家 反正我不管 他是我的老朋友 他是我教官 他是我的老相识 你不管 我也得管 行了 行了 有意思吗 你太不识逗了 在我高风亮的地盘 我必须保他平安 真的 同志们 行动 是吗 这怎么回事啊 没事吧 咋了 野猫尽兴 天旋提传 是不是让他给气的 别瞎说 这老毛病了 没事 待会儿就好了 你没事吧队长 杨小华同志 到 你不能去 为啥 我不是也是咱们同志吗 我们武功队 不 咱们武功队有个规矩 每个人都必须有个隐藏身份 你去找王掌柜 给你安排个活儿 王掌柜也是咱们同志 对了 你把这身衣服换下来 一定要素气一点的 对 这事太难看了 行动 好 好 来 慢点 把我帽子拿来 对头你咋的着 吃醋了呗 那你咋不吃醋呢 小华赶快去找王掌柜 王掌 其实吧 我对副队长 我凭啥吃醋 那之前我帮你半天白帮了 白帮了 混蛋玩意儿 你的上司还没回来 没有 如果吕波再也不回来了 就说明他开始怀疑你了 你的任务就彻底结束了 但如果吕波回来了 记住 放长线钓大鱼 你的目标 是拔路新的密电门 他这个人非同一般 怎么可能没有觉察 你不要自己心虚 他作为一个外乡人 被便衣盯上了 也是很正常的事 关键是 你自己要稳住 你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 你到底让我干到什么时候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等拿到密电码 滑百八路 就能一举当平 到那个时候 你也就没什么用了 有点儿 好 谢谢观看